有傳出說你想要到高雄2022挑戰高雄市長 那這樣子的話 甚至有說選上高雄市長就不選總統 是有這樣子的說法嗎 然後如果選高雄的話也是要先辭台北市長 這樣是不是就會變成落跑市長 您可以允諾自己在台北市的任期會做好做滿嗎 其實台北市每天的工作相當多 我們每天早上7點半市政會議 像我們最近在處理北流北義大巨蛋 在這一年半裡面全部要開幕上線 西區門戶計畫、東區門戶計畫、公宅、市場改建 每天一大堆事情 甚至你知道這個不時的一下子疫情又爆發了 被趨炎我們都要忙著應付 那我也知道長期以來就這件事情 我也知道在任志作戰 他們就是要貼坑著那個標籤 無心事政這個標籤 那其實過去有這個貶維拉、馬維拉 我現在也快變科維拉了 就是遇到這個有 我這個也是這樣啦 我們在政權上混久了也看得懂說一些操作方式 像我今天看那個手機你知道 按下去怎麼會有那個 這種推播的這種廣告新聞 我要去選高雄推播廣告新聞 所以是這樣啦 其實是這樣啦 在這一段 在今天老百姓最關心的是 那貶維拉病毒到底突破台灣社區的 到底突破到什麼程度 這個新北的這個幼稚園到底感染情形 有沒有擴散到台北來 還有這一百一十萬通的簡訊 到底是 是不是應該 應該罵他一罵還是這樣 甚至啦 那個調查局筆錄外洩的問題 所以他覺得是這樣啦 結論是這樣啦 我們都會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啦 那每天這種 當然政治上有攻防你知道 但是玩過頭我覺得不對 所以沒有講過要選高雄 沒有跟你講喔 我們像在聊天你知道喔 這種什麼題目都聊天過 但是有需要去把它 在網路上推一波做新聞嘛 所以這個大家都曉得啦 都知道是什麼一回事 所以結論是這樣啦 我當台北市長 我如果那麼喜歡選舉 我當年2020就去選總統了 我們還是為了北流北一大巨蛋 要善後乖乖留下來 我會把這個事情解決掉嘛 所以結論是這樣啦 這個這個這個 太過度的新聞操作 久而久之喔 對國家的損失是 新聞不再被人家相信 這是對整個國家的運作不是很好 市長 這邊還是要接續追問 那民進黨的高雄市的一些立委跟議員 就是 針對您這個 有這個 要選高雄市長這個新聞 他們就嗆聲說 您沒實力嗆聲 不可取 你不如趕快先辭掉台北市長 再來高雄 選市長的回應 像這種東西就是不用回應嘛 我不要 我不要進入你們的球場去當柯偉大 還是有一個問題要問一下就是 民眾黨秘書長 謝麗公他一度表態說要參選桃園市長 那這有沒有獲得市長的同意 還有蔡富也被點名 南投縣長 蔡壁如屏東縣長 高鴻安 新竹市長 請問市長的看法 就是這樣 做一個政黨他一定會 該去投入選舉還是會去選舉 那當然桃園是這樣 我們謝麗公他秘書長 他本來就有義務要去找人去投入選舉 這是他的工作 所以這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所以有時候很多動 再講選舉還早 所以其實我跟你講今天還是先把 把那個新北市那個幼稚園感染 那個到底擴散到哪裡 這個我們要緊急處理 所以這樣 選舉是明年過完年以後 再去煩惱都還來得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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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